我們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節 所以我一直當他是開玩笑 我願意讓他這個玩笑維持一個月 從分手的那一天開始 我每天都買一罐五月一號到齊了鳳梨罐 因為鳳梨是哪個最愛吃的東西 而五月一號是我的 我告訴我自己 當我買滿三十罐的時候 他如果還不會來 這段感情就會過期 它不是每天我們會在一樣的樣子 有必須有改變 有可能 有不好的時刻 和不好的時刻 所以有一點信心 在什麼你做 你和我做什麼事 我去看 你和我做什麼事 我去看